量子物理学是一个令人迷惑 充满了奇异现象和无法直觉理解的科学领域 在这个领域中 物质的行为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常规物理法则完全不同 以下是关于量子物理学奇异世界的一些事实 一 量子物理学存在超越 在量子物理学中 存在一个现象称为超越entanglement 当两个粒子例如 两个电子相互作用并同时运动时 它们的量子状态会相互关联 这意味着当一个粒子的状态被改变时 即使它们之间的距离非常远 这种关联现象被认为是量子物理学中最奇异的现象之一 二 量子粒子可以同时处于多种状态 在量子物理学中 粒子可以处于多种状态中 直到被观察或测量为止 例如 一个粒子可能同时处于上和下的状态 直到被测量为止 这种多状态现象被称为量子叠加Quantum Superposition 三 测量可以影响量子粒子 在量子物理学中 测量粒子的状态会影响其量子状态的结果 当粒子被测量时 它的状态会崩溃成一种确定的状态 这意味着测量可以改变粒子的状态 四 量子物理学中的粒子具有玻璃二向性 在量子物理学中 粒子有时表现出波动性质 例如 电子在双缝实验中会呈现出干涉图案 这表明电子具有波动性质 这种波动性质和粒子性质的结合 被称为玻璃二向性 with particle duality 五 量子物理学中存在量子碎川 量子碎川指的是粒子在能量低于其势累的情况下 穿过障碍物的现象 这种现象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常见 因为它只会发生在非常微小的尺度上 六 量子物理学中的猫的阳工实验 猫的阳工实验是著名的量子物理学实验之一 该实验想象一只猫被放进了一个密封的箱子中 其中有一个装置会以50%的概率释放一个毒物 杀死猫 根据量子力学直到打开箱子观察猫的状态前 猫将同时处于活着和死亡的量子状态中 七 量子计算机的概念 量子计算机是一种利用量子力学原理实现计算的计算机 由于量子力学现象的复杂性 量子计算机具有比传统计算机更高的运算速度和处理能力 这种机器尚处于早期开发阶段 但已经开始引起了科学家和工业界的关注 八 量子物理学挑战住我们对现实的理解 量子物理学中的奇异现象挑战了我们对现实的理解 在经典物理学中 我们习惯于接受物质和能量的行为方式是可预测和理解的 但在量子物理学中 这些行为是令人困惑和令人惊讶的 九 量子物理学的应用 量子物理学的应用非常广泛 从制药到通信和能源 都有可能获益于量子物理学的发现 例如 量子力学中的超越现象可以用于建立安全的量子通信系统 而量子计算机的高速运算能力也可能在复杂的问题上发挥作用 十 量子物理学的未来 量子物理学的未来充满了可能性 由于我们仍然对量子物理学中的一些现象和概念存在着疑问 因此仍然有许多挑战需要克服 然而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 我们将能够更深入地了解量子世界 并将其应用于更多的领域 总之 量子物理学的奇异世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可能看起来有些遥远和离奇 但它对我们的科学和技术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对于那些对科学和物理学有兴趣的人来说 深入了解量子物理学的原理和应用 是一个极具挑战性和充满乐趣的过程